來喔!我們要繼續來放那一隻 350的那個倒吊 那隻是200 喔!小草魚隨便它割捏 小草魚剛才隨便它割捏 所以說這隻小草魚很怕的啊 那隻小草魚很兇 好!這隻35的這隻 350這一隻 很大齁 喔!還用到水啦 不管啦 這個觸碰式螢幕不碰到水 它整個螢幕就當掉啦 好!我們打開 這隻花倒吊來這隻有比較大隻 但是這隻35沒有買的真的說 真的很難看 我問那個老闆說 他在旁邊突出來那種馬鈴 他說那就是有可能在抓魚子的時候去烤鋪 他說那也不是軟圓 也不是那種 那什麼 白鋪 當然人家這樣說我都相信 大概裡面 這個也是 有一半的水我們再把它抓進去 對一下 對一下 再對一下 再對一下 好! 這隻35非常之熟 不要說熟啦 就是CP值很高啦 他這小隻一隻105 一隻25大隻的多100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大隻的可以買 好! 我們要 開始來抓了 這個網子有點小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抓速度要很快 手再蓋一下 手再蓋一下 好! 好! 乖乖! OK! 巨無霸 這隻算裡面的巨無霸 來看一下吧 那這個魚缸來的時候 它 還會適應 他算這隻來說 鐵型才算得那麼大 但是最好就是裡面的水比較溫 就沒有它適應 讓它知道這邊是牆角 所以這個魚 剛來的時候 它會去適應那個環境 這隻魚身有漂亮 好! 大概就這樣啦